配合撒固尔部落文化聚会所新建工程 华联施工所串联了撒固尔部落祭祀广场 和周边的文化廊道 举办了部落基础环境及周边道路的改善工程 今年2月份开工了 市长威嘉燕特别前往关心工程进度 期派这个工程在8月份可以顺利完工 配合撒固尔部落文化聚会所新建工程 华联施工所串联撒固尔部落祭祀广场 和周边的文化廊道 办理部落基础环境及周边道路改善工程 在今年2月份开工 市长威嘉燕特别前往关心工程进度 特别感谢袁明慧 特别在去年在年底的时候 给我们1000多万的经费来做停车场的改善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水沟的建制 然后我们火神的一些意向 通通都做一些改善 我们之后会搭配的部落基础所 希望我们撒固尔部落会更完善 那不管是在办火神祭或是办一些祭祀的仪式 那希望说停车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原本一开始停车是不好停 因为设计的话可能没有设计的非常完善 那再加上大车小车 然后会挤在这边 然后出口也不是很方便 那再加上说可能地砖都一些爆裂了 所以特别争取这样的预算来做一些改善 那希望搭配着我们部落聚会所 然后一并的来完成 然后还给部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不管是办任何的基点 都有一个良好的场所 华林施工所建设科长徐国成 也详细说明了这一次的工程内容 最主要就是把我们撒过部落聚会所 旁边的那个祭祀广场 它原本的停车场的那个铺面 以及刚购整个撒过部落的一个意向 给它做一个更新以及改善这样 那再来就是年米厂 我们不光街的那个围墙边 我们有一个以前有做过一段的 那个文化历史廊道 那我们这一次再把它延伸到国府国小 国府花海的洛宇松 在我们这个工区范围内 我们是会将它做一个局部的整理 就是移植这样 那我们会把这一个洛宇松下面 其实以前没有一个无障碍的人形环境 我们把它做一个很那个通透宽敞 而且适合那个就是行人通行环境的一个改善 市长魏家燕强调 让部落拥有完善的生活休憩 和仪式祭典空间非常重要 期盼藉由两项工程凸显洒过部落特色 展现全新的部落风貌 也帮助族人凝聚情感 让文化世代传承 绝对会幻视报道